第一個清除成績 SUB,特別注意,再來就是Function 所以,如果你在插入函數的時候 像剛剛有同學,在剛剛那個插入函數的時候 奇怪,沒有使用者設定的話 沒有使用者定義,可能會有幾個問題 之前遇到最多的就是第一個 你是不是有插入函數的時候用Function 因為我的同學直接很快的插入程序,直接用SUB 然後打完了,按確定,奇怪 第一個問題,你用錯了,一定要用Function 第二個的話,你一定要寫在模組裡面 你不要說隨便點兩下,這邊空白了,就開始寫了 寫錯位置了,也會找不到 所以一定要寫在哪裡?寫在模組裡面 這個敘詞可不可以寫?可以寫,點兩下,這邊一定要空白 可是問題,寫在這裡跟寫在這裡有什麼不一樣? 寫在某一個工作表的話,只有它可以用 別人沒辦法用 那模組有點像是共用區 反正大家都可以用 那如果除非說,你只有第一個工作表可以用的話 那你就寫在這邊,可不可以?可以啊 OK,所以這地方的話 但是Function一定要寫在模組,這是固定的 所以這點要特別注意,不要寫錯位置了 再來的話,我們來看一下 如果說我今天希望多一個什麼? 成績多重 什麼叫多重? 就是說我剛剛這邊 我們剛剛按一下一個按鈕 是合格不合格 但是我今天希望怎麼樣? 我希望按一下它之後 它可以輸出多重判斷 然後輸出一樣輸出到這裡 執行給各位看一下 執行出來,就到這裡 那你會想說 哇,這個中間 關鍵在這裡 輸出到這裡 我光看到好像感覺很恐怖 哇,這麼多 其實呢 教各位一個簡單的一個方法 如何產生那個多重的部分 第一個 我把它刪掉好了 我把它按部就班給各位 一,請你把原來 也許你剛開始做不出多重沒關係 你可以把原來的 就是兩重的 複製之後 貼到底下 再來做修改 但是有一些修改的技巧 這邊跟各位做說明 第一個 名稱改一下 也就是那個sub名稱不能重複 所以這邊的話呢 你把它改成叫多重 OK,第一個 第二個的話呢 再來 這個其他都一樣 改的地方呢 特別注意就是這個地方改成什麼 80 跟他很像對不對 合格改成什麼 80A嘛 好 再來還有B C D 怎麼做喔 特別注意喔 一,請你把這一段複製起來 第二個,請你在下面按一個Enter 然後倒車好了 倒到前面去 貼上 可是特別注意喔 在那個VPA裡面不允許兩個一樣的衣服 所以怎麼辦呢 第一個一定是首先 應該寫文章 首先 什麼什麼的 第二個一定是其次 其次怎麼表示喔 特別注意喔 其次的話呢 就是在這邊前面再加一個Else 貼上的東西一模一樣有沒有 打一個Else 它叫做Else if Else if就是什麼 其次 其次的話呢 那就是怎麼樣 把它改成八十 八十改成七十 下面改成什麼 改成B OK 好 那再來的話 是不是就是 再其次 以前寫那個文章的時候一定是 首先 論說文 首先其次 再其次 再其次 所以 再貼上 一樣是Else if 結構完全一模一樣 所以一定是貼兩行 這邊的話呢 一定是改成六十 這邊改成C D 這邊改成D 好 改完了 那因為我剛剛輸出的是輸出到H 請你把這邊改成G 因為我今天要全部改成 有沒有 我輸出到G欄 所以這邊通通改成G 那判斷的來源一定都是 那個 一定 都是E 所以 這樣就寫完了 所以你們可以兩個比較一下